《猎王记》上第一章一到五十三节 大卫王年纪老迈 虽用被遮盖仍不绝暖 所以陈仆对他说 不如为我祖我王寻找一个处女 使她伺候王 奉养王 睡在王的怀中 好叫我祖我王得暖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 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雅比萨 就带到王那里 这童女极其美貌 他奉养王 伺候王 王却没有与他亲近 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 说我必做王 就为自己预备车辆 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面前奔走 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幽闷 说你是做什么呢 他胜俊美 生在压沙龙之后 亚多尼亚与洗路亚的儿子约亚 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 二人就顺从他 帮助他 但祭司萨都 耶和耶拉的儿子 比拿亚 先知拿丹 世美 利矣 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 一日 亚多尼亚在尹罗杰旁 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 肥独 请他的朱弟兄 就是王的重子 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 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亚并勇士 与他的兄弟索罗门 他都没有请 拿丹对索罗门的母亲拔士巴说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 你没有听见吗 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 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好保全你和你儿子索罗门的性命 你进去见大卫王 对他说 我主我王啊 你不曾向婢女启示说 你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吗 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 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 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 巴士巴进入内室见王 王胜老迈 树敏的童女雅比萨正伺候王 巴士巴向王屈身下拜 王说你要什么 他说 我主啊 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 你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 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 我主我王却不知道 他宰了许多牛羊 肥肚 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 并元帅约压 唯独王的仆人索罗门 他没有请 我主我王啊 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 等你小遇他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坐你的位 若不然 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 我和我儿子索罗门 必算为罪人了 巴士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 先知拿丹也进来了 有人奏告王说 先知拿丹来了 拿丹进到王前 脸浮于地 拿丹说 我主我王果然应许 亚多尼亚说 你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吗 他今日下去 逮了许多牛羊 肥肚 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 并祭司亚比亚他 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 说 愿亚多尼亚王万岁 唯独我 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萨都 耶和耶拉的儿子 比拿亚 并王的仆人索罗门 他都没有请 这是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 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坐你的位 大魏吩咐说 叫巴士巴来 巴士巴就进来 站在王面前 王启示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接许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 我今日就必照着话而行 于是 巴士巴脸浮于地 向王下拜 说 愿我主大魏王万岁 大魏王又吩咐说 将祭司萨都 千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召来 他们就都到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 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 使我儿子所罗门 骑我的罗兹 送他下到基训 在那里 祭司萨都和先知拿丹 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 你们也要吹脚 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 使他坐在我的位上 结束我做王 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军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对王说 阿们 愿耶和华 我主我王的神 也这样命定 耶和华怎样 如我主我王同在 愿他照样 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 比我主大魏王的国位更大 于是 祭司萨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和吉利提人 比利提人 都下去 使所罗门 其大魏王的罗兹 将他送到基训 祭司萨都 就从帐幕中 取了 乘高游的脚来 用高高 所罗门 人就吹脚 众鸣都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众鸣跟随他上来 且吹敌 大大欢呼 声音阵地 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 言言方毙 听见这声音 约鸦听见脚声就说 城中为何有着响声呢 他正说话的时候 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 约拿丹来了 亚多尼亚对他说 进来吧 你是个中意的人 必是报好信息 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 我们的主大魏王 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 王差遣祭司萨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和吉利提人 比利提人 都去使所罗门 其王的罗字 祭司萨都 和先知拿丹 在基训 已经告他作王 众人都从那里 欢呼着上来 声音使臣震动 这就是你们 所听见的声音 并且所罗门 登了国位 王的臣仆 也来为我们的主大魏王 祝福 说 愿王的神 使所罗门的名 比王的名更尊荣 使他的国位 比王的国位更大 王就在床上 屈身下拜 王又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赐我一人 今日坐在我的位上 我也亲眼看见了 亚多尼亚的众客 听见这话 就都惊惧 起来四散 亚多尼亚 惧怕所罗门 就起来 去抓住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 亚多尼亚 惧怕所罗门王 现在抓住祭坛的脚 说 愿所罗门王 今日向我启示 必不用刀杀仆人 所罗门说 他若做忠义的人 连一根头发 也不致落在地上 他若行恶 必要死亡 于是所罗门王 差遣人 使亚多尼亚 从坛上下来 他就来 向所罗门王下拜 所罗门对他说 你回家去吧 阿们